这位拿着大剪刀正在修剪公园花花草草的就是今年新北市表扬的环保英雄杨铁熊 长期来担任北山里环保志工队长 除了每个星期带队打扫邻里乡农环境 不定时修剪花木也是必须的 另外在每个星期六开张的黄金支收站也协助民众将废弃物回收 但是最厉害的是80多岁的杨铁熊还发挥创意与巧思 将民众丢出来的各种废弃物再利用制作成艺术品并且兼具实用性 为里内环境付出获得肯定得到了资源永续族的环保英雄 立上也陪同一起到市政府接受表扬 志工队长龙厚优等环保英雄 那市长本能亲自颁花一万块奖金还有奖牌 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里内 环保志工们还有义工们 我们今天才有这个成就 不是我个人的荣誉 是我们巴胜利所有的志工和环保志工 大家都分享 里面拿来回收的东西 我们有看这个东西 还可以 我们尽量拿去修理看看 如果可以 大家有时候里面有的说 来这里看这里有咖喻 没关系这里如果有合影 我们可以随时可以送 旅館做什么手工 像公圈 还是花盆 从事北山里环保及资收已经12年 不间断带领志工们维护向道及公园干净 非常也很感谢志工们的同心协力 让北山里连续获得里环境认证五星级 打造五星级的居住环境 而杨铁熊更是将创意运用在回收物再利用 废弃旅罐志诚孔雀艺术品不打紧 更是将民众拿来回收已经坏掉的雨伞布拆下来之后 冯志诚这一件件的雨衣创意想法也获得凭审们的认同 像我们的火山派克 我们就補得贴着 我们在路火的时候 这一路火衣来穿 这也是很好 有人看到我会说 不然你一张送我 我说我们这做的是比较简单 要做差不多20-30分就做好了 让原本要丢掉废弃的物品 重新赋予新生命 打造属于里的环保特色 这次新北市政府肯定获得资源永续族的环保英雄 杨铁熊很开心也很有成就感 也将持续的付出 让居住的环境越来越好 这程惠林细致采访报报道